编曲 冨击 《鸡冷水》 《鸡冷水》 《个山淼》 鸡冷水 我们之后 我们大长大 这个比较好 这个盐 那個也是兩個幾碗 這個好嗎 好也是一樣的 沒老 沒老你看看那裡 吃過的 你看這個嗎 這個沒老 這個 幾碎的好弄的 要幾百碗 別有幾碎 那個水燒開一號 燒開一號 把這個撈出來 撈出來再三個燒肉打湯就好吃 這樣子 要一百一兩碗 要一百就夠了 二點小時候的飯 二點兩塊 三十塊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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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是一個物產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山珍跟野味非常的多 今天我為大家選擇的是有這個春季的爵菜 爵菜呢本身它含有味道 所以我們要進行處理一下 我還為大家選了一點土豬肉 給它切成絲 配了幾塊蒸蒜 還有紫天椒 還有一點點鹽 一點點生抽 所有的材料 在處理絕菜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首先呢我們要起一個鍋 然後給它汆燙一下 汆燙完了以後 我們還用清水再浸泡一個小時以後 我們才能食用這個絕菜 還準備了一些水 加進去 把蒜處理一下 首先我們這個獨土蒜 我給它切成蒜皮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再把紫天椒再切一下 如果你喜歡吃辣 你這個都放三個 如果你不喜歡吃辣 放一個就可以了 我今天放兩個吧 我今天放兩個吧 把它也是一樣的 切成圈圈圈 這時候的水也開了 我們現在把絕菜進去 放在裡面汆燙一下 多煮一會兒 大概煮個一兩分鐘這樣子 我們再給它焯起來 在浸泡的過程中呢 我們需要把它這個 牙頭這塊給它清理掉 因為這個位置有點毛毛 吃起來口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用手 來給它一點點的 給它清理掉 是這種的 我們把浸泡好的絕菜 處理了一下 然後去掉老的梗子 跟鮮的部分 這時候我們需要切一下它 否則不太長 一撲二就可以了 裝盤 油鍋 把火點著 把牌子打開 有山人的地方嗎 多半都會 大家都喜歡吃這種山之類菜 它的營養會比較豐富 口感會比較黏黏滑滑的 比較脆 這會兒的一些少許的油 黏黏就夠了 土豬的五花肉放進去煎炒一下 我習慣把它煸得焦焦的 這樣子才好吃 土豬肉的五花肉煎完了以後 它的口感是脆的 會比我們在城市再買到的更好吃一些 五花肉煎這個金黃色的時候呢 這個油分油在鍋 就需要把這個煎炒出來 放在旁邊 燒別的菜的時候 一點點油就可以了 來這時候呢 把蒜片放進去 包姜蒜餡 放一點點紙片椒進去 炒澗粿 麺咖啡 好,這段蛋ometżenie 放一點點生抽 直 onion 放一丝一丝丝的盐 这道土毒露炒前菜鱼 大家制作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